12年前的盛夏 一个带着刀的女子到某工厂内找他的前男友 我当时我没有我没有坏的想 没有坏的想他就想 谁想到几分钟之后 男子惨死刀侠 双手沾满鲜血的女子竟然不知所踪 到他可能倡计的底下 包括所有情绪家的我们都找一遍 嫌疑人没有户口 没有照片 没有留下惊恐画面 警方历时12年 终于将他抓捕归案 第12年前的变化太大了 想死掉死 死死多了 逃亡12年 他已成为四个孩子的母亲 为什么却说 那个被杀的男人 才是他的今生最爱 敬请收看本期夜线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岳 一个80后的农村女孩 在她19岁的那年 杀死了自己的初恋男友 然后她就逃亡在外12年 直至2015年被抓捕归案 一个不到20岁的姑娘 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男朋友 逃亡十几年的生涯 又是什么样的呢 一起来看 2003年8月11号 正值盛夏 树上的知了 叫得人心烦意乱 这天中午 在林仪市某五金场内 打工妹张英和他的弟弟张军 在食堂打过饭后 遇到一位同事 这位同事提醒他们 暂时不要回宿舍用餐 因为一位不宿之客 找上门来 我就是当时年龄太小 他不懂这个 不懂话的意思 他又提醒我了 就说他来了 又说你来了 说的哈 你别上去吃饭了 我当时住在四楼 别上去吃饭了 别让我弟弟答应了 行啊 弟弟一直跟着我吃饭 我当时我没有 我没玩坏的想法 没玩坏的那种想法就行 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姐弟俩 最终还是一起上了楼 他们在姐姐的宿舍里 见到了张军的前女友 卢某 去了 就说话了 说话 短短一会 还问他是吃饭 或者喝茶吧 可能还问了 我弟弟呢 饥饭忙出来 反正看他身材也不对 饥饭忙出来 吃完饭就是 吃完不吃完 我都想不出来了 就下去了 随后就跟着出去了 我不能出去了 我说的 我当时的想法是 正常说的 我都记不清了 就是一直是不让出去了 但是路子不停 就是很生气的 就就跟出去了 五分钟之后 一件令张英 怎么也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了 饭还没吃完 就我弟弟就就就就 就跑上来了 跑上来了 就是倒在那个 撸弄了 四路撸弄了 四路撸弄那是个会议室 就喊了 我听那种声音 就那种声音 我也不会形容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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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打 有了 你要不要救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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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 我还没反应过来 我 我现在都没有 一看 我一看 我弟弟就就就就就 就就就就 就趴着 抢出来 就就就就 此时的张军 浑身涉血 奄奄一息 而和他一起出去的 卢某 已不见了踪影 那十二年前 没有手机 我就跑下边 跑下边 那个什么办公室来 找 叫人给打 当时 反什么我也不知道 叫人打死120 当时就就就就 就喊了 救命 是喊什么 跑下去的 很快 有人打120 叫来了救护车 但是经过一番抢救 还是没能挽回 张军的生命 而因为事法突然 众人陷入慌乱 直到案发 一个小时后 才有人报警 到了下午 一点零五飞 他们才 打邀 令报警 警方到达现场后 迅速进行了 现场勘查 和人员走访 了解到了 一个重要的细节 这个 看上边发现 说 事态人 他这个 对象 就这个陆摩 是在 当天 上屋 打约的快下 中午快下班的时候 十一点半左右 进的这个 上边 大约过了 有十来分钟 这个 这个陆摩 就很慌张的 这个 从 从那个白 那边 搜索路那边 跑出来 跑出大门去了 而且两个手上 都是响 警方立刻 把张军的前女 有陆摩 列为了 本案的嫌疑人 在03年的时候 挑选全是 一般 你包括 唱曲 这个 包括 他唱外边 这个路边 这些检控 设施都没有 但是在 他的厂子 超东 大约有 二三地路 就是 汽车站 我们分析 有可能就是 他应该是 坐车 坐车走的 当时 收嫌就上 上车站去 但是当时 这个 这个 这个旅客 那种端途车辆 他没有旅客 等级信息 也差不多 也没发现 这个路某 我们接着 上了 他老家 在当地排出所 的配合下 这个 到他 可能藏匿的地点 包括 所有亲属家的 我们都找一遍 他结果 他们这些亲属 包括他们 这些人 都说 没见过他 接着 警方了解到 年已19岁的 卢某 竟然 还没有上户口 据他们 自己家的 反映 当时 由于家庭 挑热困难 当时上户口 得要50块钱 没有现状 然后一直 就没给他落货 一直到现的 也没落货 所以说 对我们 插着他信奉 追捕他 带来很大的难度 就无从下手了 没有户口信息 没有照片 也没有人能提供 卢某的去向 从此 卢某仿佛 人间蒸发了一样 2013年8月初的事吧 8月11号 到2014年的年初 我们把家里的东西全卖了 我们去了四周 去过早庄 探乘 探乘 就是上庄 打听打听 谁在来 有外人 有省人 或者省人 小女孩多大的 来了之后 就是那种 从外地领来的 打听到哪个庄 有就去哪个庄 这三年我们就是 打开脑筋 没有照片 只凭想想 只凭脑子里 对他的想想 去找他 死者张军 是家中唯一的儿子 也是这个家庭 未来的顶梁柱 他的骤然离世 完全改变了 这个家庭的生活 从此后 寻找卢某 成为了张军父母和姐姐 活下去的动力 而警方从未放弃 寻找卢某的努力 我们一直在某间短 对他的水波 你包括 对他家庄未进行薄控 咱们考虑到 卢某当时 套跑的时候 年龄很小 当时才19 跑了以后 肯定还会和他们家里联系 他们抚摸年龄 当时也不小了 也肯定很牵挂他 所以说 我们就总结 加强了 对他加厉的不恐 时间到了2015年 就在卢某消失12年后 警方终于获取了一条重要信息 大约4月份时候 咱了解到 卢某的母亲 曾经在他们当地医院 住过院 那么时候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以后 我们考虑到 卢某有可能去看他 我们又到了这家医院 去租房相关的医护人员 结果又发现了 获取的一个重要的现象 在某一天下屋 有一个三岁的女的去捡路牧她母亲 而且当时谈了时间不畅 有半个料事 就很匆忙的就走了 据他们翻译 这个女的和病人 长得比较像 而且还听到他们说 上海奉献 这些话 我们派侦察员到上海市奉献区 走访卢某的老乡 但是第一次走访了几个人 没有发现很确切的线索 他们都说没有见过卢某 为了寻找卢某 罢安民警三复上海 终于从卢某一个老乡口中 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曾经在一个月以前 在上海市奉献区 某一个小区附近 见过卢某 据卢某的老乡说 卢某的相貌 长得酷似他的三姐 于是 罢安民警 拿着卢某三姐的照片 在小区附近 进行了严密的排查和走访 最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卢某在上海 奉献某个小区的具体住址 在7月4号 7月4号的下午 我们在上海 当地派出所民警的配合家 对卢某 实际上抓捕 潜逃12年的犯罪嫌疑人卢某 终于落网 当民警在见到这个80后 年龄只有31岁的卢某时 着实吃了一惊 我初次见的时候 一看就觉得有点吃惊 他是84年生人 也有到现在才31 但是看他的面相 确实是比较大的 逃亡之后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明白无误的写在了卢某年仅31岁的脸上 这些年在看似平静的生活里 卢某一直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他不仅从不提及自己的家人 而且还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 一个听起来甜静而优雅的名字 张文文 张文文是我自己取的 因为我给燕梦 燕梦不是姓张吗 本来我 她是我第一个男人嘛 我也很爱她 对不对 我就姓她的张 然后我取叫张文文嘛 我希望我能变得 是不是文文一点 能够做什么事情 不要太冲动了 我叫张文文 我还是牵挂她 我来爱她 就是 反正 以前喜欢一个人 是没办法 就是形容的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 夜线 今天我们在谈一个 少女杀人之后 逃亡12年的事件 现在呢 这位女性当事人 依然自恕 我当年杀她 因为我很爱很爱她 于是我们就又想起来 那个熟悉的词 叫因爱生恨 因爱生恨是杀人的理由吗 可能在电视剧里面是可以的 但是现实生活里不可以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 所谓的爱与恨中 往往裹挟着非常复杂的人格缺陷 心理缺陷 我们接着往下看 卢某是山东省临以地区 兰陵县人 他出生于一个结构 比较复杂的家庭 卢某的母亲是兰陵本地人 和前夫生育了四个子女后 前夫去世 他又招了个上门女婿 也就是卢某的父亲 而卢某是他们两人 唯一的孩子 2001年17岁的卢某 请没人介绍 认识了19岁的张军 我爸爸就生我一个女儿 就指望我养老送中的 就把我负得那么近 虽然初次见面 就是在这样一场 近似父母包办的情况下进行的 而两个年轻人 还是一下子就互生了好感 见面就是他说 我往来对他一笑 好像我对他一笑 他说对我也蛮也蛮好的 当时我们两个人也蛮好的 就这样认识的 当时影响会好 长得比较好吧 个子也挺高 就是皮肤黑一点 也会会说 会会说话 因为留给对方的印象都不错 所以这门亲事 很快就定了下来 买买衣服 买买买买买的东西 就算定亲了 就算是定亲了 当时定亲的时候 我妈妈就是给这个门人讲了 就是说 就是定了 就是定婚 就是定了 就是定了 都能在 你知道吗 有什么更改了 在农村定亲 是件大事 张军家送给卢某家 一辆摩托车 做了彩礼 从此以后 张军和卢某 就成了一对未婚夫妻 只等着两人 到了法定结婚年龄 去领结婚证了 我们两个人 就跟夫妻关系一样了 感情也一直挺好的 从来都没有 从来没吵架 他妈妈 有时候他妈妈 给他姐姐要付我 这么坏话 他妈妈 唱我讲 他姐姐以前 说那衣服 不要买鸡蛋给我吃 他妈妈那样 唱我讲 基本上 如果要什么给买什么 以前吧 因为什么要是买什么 他的工资 我弟弟的工资 是一百多块钱 我就是二三百块钱 当时的工资 当时连个手机都没有 我记得有一次 我发了工资 发了二三百块钱 就是 行 刚刚 咱们一刚流行 一种博士生的奥 年奥 三百多块钱 有的是药 药呢 我弟弟就说了 给他买吧 买吧 我说的 何公就是发 我当时很生气 把弟弟炒了一家 我何公发了 那一百公资 买个奥三百多 那两千公资 加起来 不够 不够给他买个奥的 那个什么 把他吃饭吧 把弟弟炒了一家 炒了这一家之后 最后 还是买的 张军的爱 给了卢某前所未有的幸福感 卢某说 因为家境贫困 而且父亲是个外来的上门女婿 所以 他的家庭 一直被当地人看不起 而他也一直活在自卑中 我的头就长 都没见是人家划破 人家都欺负我 我还不愿意给人家 不愿意去给人家 救了个什么 我就找了张军 我都感觉 有个依靠 我很幸福 可谁知 好景不长 在他们定亲后 一年左右的时间里 矛盾发生了 父母农村也比较风险非常 二招二媳妇 别为家庭什么样 穷父母也 只要你长得好 聪明就可以 就这样 也没打听他家来什么情况 结果呢 定完庆 定完庆了也没打听 他有洗脏的亲戚 别人说他没有活 他这个也是家庭关系太不好说的 从小就他一个 也教成管养 你打听打听他到底什么样 你打听他真没有活 没有活哭 在龙腿你二十多了 你没有活 你当时叫他干活 叫他干活 他妈妈说的 我干活 你说我说对象 要跟你说给你了 然后就你负责了 你负责了 你妈跟娘说了 做不完人 我干不上 张英说 一来二去 两家的父母 因为卢某户口的事 陷入了争吵 而此时的卢某 竟也家住了其中 他去先干尿 给他娘吵架 去走干尿 就应该是骂的 而对于张英的说法 卢某并不认可 关于双方矛盾的起源 他给了我们另一个版本 一天就上他家了 上他家 他那个外婆 就是外婆在他家里 对吧 我就给他妈妈 就这样 说闲话的一样 就这样 说了一下 我说光消费自己的妈妈 婆婆吧 也要消费我的 老的妈 都应该要 都应该要消费 对不对 我讲了 就因为 就因为这一句话的事情 他妈妈 立即就给我 翻演了 就是声音很大 就是吵 吵吵吵 当时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就回家了 回家我一直没上过他 没去过他家里 就是这样 就因为这些 就因为这一件事情 我可以对老天发誓 我没给他吵 不管双方矛盾的起点 到底在哪儿 总之 张军的父母 再也不愿意 卢某 做他们的儿媳妇了 我讲一句话 不能出来 反正性格也不行 各方面都不行 就让买买入去退了 他要给我退 但是就说 他姐夫也蛮好的 他说的 你回家去 给他妈妈自己 所以吧 我没好意思去 但是张军对我 那时候对我还是蛮好的 我们两个人 还是在一起的 他上我家的时候 他还给我一起睡觉了 睡完觉了 我也不知道 他说他要骑猫车 他都把猫车拥走了 拥走了当时 我也没注意 我也无所谓的 我已经放在家里 放在家里 都是一样的 因为当事人张军已经去世 所以我们无法证实 他们两人是否如龙某所说的那样 依然是情侣关系 时间到了2003年7月 已经年过20的张军 又说了一门心事 因为两个村子离得很近 8月10号这天 张军定亲的消息 传到了卢某耳朵里 我们弟弟去拔草 去拔草有人跟我讲了 厌梦或者 佛陀了 又找了一个老婆 我不可能 头三天了吧 他给我打个电话 叫我去了 他怎么还会被佛陀了呢 他说真的 我不会骗你的 我当时气得 头上是懵 就昏天昏天的 像天叹来的一样 到第二天 然后我写个纸条 我为了哥哥爸妈妈我和严谋一起去死去了 我就上当去找他 那天就是2003年8月11号 中午带着一把尖刀的卢某 找到了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 毫无察觉的张军 我说的难道 我和咱俩人 毕竟我都夫妻一场 对不对 你先想看 我跟你那么一两年了 我以后 我这是小姑娘给你的 我以后我怎么 怎么那个 找对象 肯定以前 头十几年前 对吧 特别封建 肯定没人 也找不到 我就求着他 不管你妈妈以后怎么样 以后还是生孩子 他肯定会认的 对不对 他当时 他就说 他妈妈不同意 他姐不同意 要同意的话 就说 他妈妈自杀 就说 给他断绝了福祉关系 反正说了一大堆 那些话 然后我说的 我说的 你怎么想的呢 我就给问他 我说的 他当时他还不吭声 当时他也哭了 哭了 我们两个人抱着一起 然后我说 咱们两个人 一起死掉吧 死掉我说的 也许是 还是最好的方法了 到了我也不知道 擦到哪儿去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进去 但是当卢某将刀 扎进张军的身体后 他并没有选择 和张军一起死 当时我一看见 血了 我就害怕了 那时我就死了 我也不知道最后 杀了张军之后 卢某迅速逃离了 案发现场 他没有选择自首 也没敢回家 他不知道 未来的路在哪里 也不敢设想以后的生活 该怎么过 就开始了 沿街乞讨的生活 一步一步 竟不知不觉地 走到了江苏 这家人家 就两间房子很穷 没有闷 我就上他家 去找吃的去了 找吃的去 他问我 我多大了 我多大了 他问为什么 你自己出来 我给人家吵仗了 我没付别的 问我你有对象吗 我没有 他就把我送到 他姐姐家去了 他姐姐家有个儿子 是学习修车的 修车的我就一直在他家里 一直飞掉 飞了一年半 我就这事情嘛 一直就 天天睡 天天睡 就睡了一年半 然后给他生了一个女儿 他经常打我 把我牙给打掉了 用皮鞭子经常抽 抽我 他还是脾气不好 经常打人 他嫌我不生儿子 卢某说 他在这个家庭 待了两年之后 实在不堪忍受家庭暴力 就在怀着第二个女儿的时候 从家中逃走了 继续开始了乞讨的生活 不久后 他又认识了 另一个男人 也是我要饭 要到他家里面去的 当时我上他家里的时候 他家里床没有 被子没有 门也没有 家里很穷 什么都没有 其实只要有这个 把饭吃 我就留在家里好了 反正快生了 就这样 卢某跟这个家徒 四壁的男人 生活在了一起 在这个家中 卢某不仅生下了 他和上一个男人的女儿 还和这个男人生了两个儿子 后来 他们来到上海 以卖水果为生 我老婆对我很好 他妈疼一疼我了 就这样 时间像流水一样 过了十来年 在两个人的打拼下 他们的日子渐渐有了起色 也把孩子 接到了上海一起生活 并跟卢某家人 恢复了联系 据卢某讲 虽然表面看似 他现在生活很平静 跟他的现任丈夫 还有孩子 其实这十多年 他过得一点都不幸福 这件事就像一块石头一样 压在他心里 经常睡不着觉 有的时候还要靠吃一些药物 来维持自己的情绪 这就像一个阴影 一直挥聚不去 2015年7月4日下午 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下 逃亡12年的卢某 终于落网了 今天是杂老海 剪了海走片了 给十二年前的变化太大了 听我的想想 我的想想不出来 他现在变化什么样了 心情队 他没有照片的情况下 一旦没有照片的情况下 二旦没有活苦的情况下 那咋的他 心情队 我也不只想要去表达这句话 那种心情 就是 我也感谢咱心情队吧 套王立者十多年 也全是受了亨头监狼 见我们一伙 就有那种入室 种妇的感觉 是吧 而且给我们说 你们怎么猜来 我心里真的很难救 很难救 你知道吧 他现在要别死 时间不能倒流了 要能倒流家 要是能倒过来的话 那天我情愿死的是我 我也不让 不愿意叫他去死 说到解析极思广益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今天的到场嘉宾是 江志强律师和心理专家 毕金仪女士 我想先问江律师 就是他这个逃了 已经逃了十二年 这个会对他的量刑 有什么影响 他的这个逃跑呢 其实对量刑本身 并没有什么影响 也就是说既不会加重 也不会减轻 那么他跑了十二年 你看咱们这个节目 做过很多就追逃什么 十二年的 二十年的 二十年的 好多我们做了很多 这样标题的节目 都是在追逃 最后结果可能我们就在说 追逃有没有用 你要跑多长时间 你要往哪里逃 最后就是说 天网会会说日不落 你不要不要跑 最好的选择是什么 就是自首 我们回到今天这个案地中 说当时他说了 我跟家里已经写了遗书了 说爸妈我就要跟张军自杀 因为他又找了别人 我受不了 这是一个异乡情愿 他可能会认为说 我们就殉情 两个人既然不能在一起 那就一起死好 但是你没经过人意的同意 对 不是两人商量的 你单方面决定的殉情 而且你决定让对方殉情 对 这个不算殉情 所以按照他的描述的 应该是两个人在几分钟之内 他就是说 问他能不能行 最后告诉我 肯定不行 他就彻底的这个绝望 应该是趁他不对 不备的时候 所以一刀下去 治张军一命 那么这个就有可能会按照 这个故意杀人来追究他的责任 那么这个追溯期呢 说故意杀人 最高是可以判到死刑的 对于这类的案件呢 要超过20年 才有可能不受这个影响 就是说不再追究他责任了 但是还有三种例外情形 第一种呢 就是说过了追溯期了 但是呢 认为还有必要追究 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批准 可以追究 第二种情形 你虽然跑了 但是当时这个案发之后 相关的司法机关 已经立案侦察 就知道你是贤任 这事就是你干的 我正在找你 你跑是不可以的 第三种例外情形 就是我作为被害人 或者被害人的家属 当时我已经去报案了 但是相关的司法机关 没有给我立案 那这个时候 你跑多长时间都没有用 最后还得追究 所以很多人会相信 一个传说是说 惹了事之后 只要我能藏20年 就没事了 但这是不对的 实际上 比如以立案了的事 20年没抓着 30年没抓着 还接着抓 没立案 当初次要有人报过案 也可以一直追下去 就算既没立案 也没报案 当年没人知道 但是现在如果有一个批准 这个事依然可以继续追逃 所以基本上 藏20年就没事 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最好的选择就是自首 其实当时如果他自首的话 一个年轻女孩 因感情纠纷 在冲动之下杀人 而且自己自首 肯定不会判死刑 是的 而且非常有可能 比如说 就现在可能都服刑过半左右的 真的 有可能比如判个20年 你要在监狱里有表现不错 再加上减刑 现在12年过去了 差不多都快出去了 才30出头 你还来得及重新生活 可是现在 你几乎已经来得及了 一错再错 显然在外边的日子过得也不好 所以还只好跟 见到警察的时候 居然说 你们怎么还来 还来 如是重负 对 那 咱们说一说 这个所谓的 嫌害 深恨的杀人的这件事情 这个女孩 一直到现在都坚持 她是很爱这个男孩的 她都把自己的姓 改成了这个男人的姓 她改成了名字叫文文 希望我别那么冲动 我当年干了 伤害她的事 很冲动 我希望我能文静一点 她好像是真的很喜欢那个男的 那为什么就能 拿着刀 一刀把人捅死 其实这个女孩的 这个生存轨迹 简单 我们假设就是 以她当时犯错 那一刻 当时犯罪的那一刻 作为一个节点的话 前面的生活是很简单的 她家不给她上户口 孩子在家里面是得不到重视 然后呢 恐怕对她的教育就是 既然不上户口 应该想的很简单吧 就是女孩家不用上户口 反正以后 她的姓前面还得再加一姓 然后呢 真的就像她父母说的那样 好了 她找到了这个男人 其实这个男的和这个男的全家 跟她父母一样 对她也是很轻视的 于是 她一门心思想要让她 想要让她自己像她父母说的那样 就是我找到一个让我踏踏实实过日子 结果发现一连串的蒙骗 而且就像她说的 比如十多年前可能还不那么开化 然后大家会 我想会绰绰点点 她就觉得她自己的日子就走到头了 所以多么简单的留下了一张 这么小窄条的 就是要结束生命的时候就这么窄条 就是一句话 就是不活了 就是这么简单 她的生活 她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我在这个女孩身上看到了一个特别大的悲剧 就是中国农村真的是长期存在的这种 对女性的歧视 她这个歧视 说起来像是一个很大的理念 但是她具体贯彻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上 比如一个女孩不给她上户口 理由是说上户口得交50块钱手续费 说我们家没钱 我不信你们家没钱到 如果你真的认为上户口很重要 你不会没钱到拿不出50块钱干这件事 你就觉得这件事不重要 如果是儿子你们就上了 但是女儿不重要 因为她早晚会嫁出去的 嫁出去就是那人家的事 你看后来说个CCC给那男的家 男的说怎么没户口 你们去给他补一个户口 娘家就说了 说给你们家的人上户口 你们去上我们不管 就是还真的拿女孩户口不当回事 你就可以想象教育也不当回事 连户口都没有这个学 学籍 没什么正经的学籍 说不上 然后一边是这样的骑士 一边是比如说到了男的那边 人家很轻易的就跟你定了亲 看你长得还不错就跟了你 然后你就跟人家有了性关系 然后明儿人家看你没户口 人家就觉得你家教不好 然后人家对亲人就不要了 而且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借口 其实你看看他 他说到这一段 两个人在叙述这一段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最终是因为不满意 这个女孩跟他发生了冲突 就是男方的母亲不满意 这个女孩跟他发生冲突 好 我先不管他是不是借口 就是在中国的乡村 尤其十几年前确实是相对封闭 就是一个女人已经跟人家定亲了 而且发生性关系 就都睡了一两年了 然后就被人给退了亲了 被人给甩了不要了 然后你都跟人所谓的睡了一两年 在十多年前农村女性 这个样子的话 真的她很难再生活 她嫁不出去了 是的 就是说你们 你们医院户口那个事 伤害了一个女孩一下 然后就连累 她在婚姻上出了问题 在婚姻上出了问题 又因争吵问题 你们再害她后半辈子 那她怎么过 而且这个女孩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她大部分的时间 跟这男孩在一起的时候 是在她自己的家里 就是娘家也不在乎这件事 就没有退路 而且特别可怜的是 就是这个女孩真的是被伤害了 确实是被伤害和被牺牲了 但是作为一个受害方 她使得这件事情变得 她自己特没理 这就是一个不受教育的 不让女孩受教育的结果 就是这女孩变得毫无理智 非常的冲动 极其的情绪化 那个当她不高兴 就是吵架 就是跑的人婆婆家 就跟婆婆吵 就跟婆婆对骂 思路特别窄 就是你这么做事 你确实无法得到人生的幸福 你跟男朋友吵 你们就揪脖领子 打滚对骂 然后实在不行 拿一刀给你捅了 就是明明你是一个受害者 但是你确实又变成了一个害人者 是因为你的教育太不完备了 这个是女性的一个女性的悲剧 那这个男孩和男孩的家人 在这件事情中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听上去就是这个姐姐在介绍情况的时候 说到她自己和她妈妈对这个女孩的态度的时候 听上去是很轻率的 就是不喜欢了 我妈觉得不合适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她跟我妈吵架了 然后呢 这个姐姐呢 就是比如我不喜欢这个女孩 为什么呢 因为我挣200块钱 我弟弟也挣100块钱 他要买一奥 就不过日子 不喜欢了 然后呢 确实在一块一两年了 但是我们觉得不合适 那就退了吧 于是呢 这个男孩 你觉得他有什么声音吗 没什么声音 然后呢 相信在家里面也不需要他操什么心 因为家里的女人 妈做主 女人做主 家里的女性相对强势 然后呢 这个男孩呢 确实能够非常平顺的 比如我们家掏的钱 买的车 我把财礼给蒙回来 是 然后呢 我都打算要把财礼给蒙回来 那天晚上我还要跟你睡觉 至于你以后是怎样的 你的日子还过不过 那我不管 就是一个这样的 非常轻率的 处理的 把事处理的不明不白 还很麻烦 所以为什么会被激怒 就是这样的事情 你积攒在了一起 敲出了别人能够承受的范围 实际上我觉得 比如说 该不该管孩子 包括男孩子 姐姐 妈妈应不应该管 应该管 应该怎么管 比如从小给一个男孩子 适度的教养和陪伴 使得他成为一个 懂得承担责任的人 做事对自己 对别人负责的人 当他成为一个这样的成熟的 正常的男子汉之后 他具体跟谁谈恋爱 怎么谈恋爱 买不买棉袄 跟任何家人无关 谁都不要干预 就算他弄错了 吃了亏 他自己去承担 可是这家和很多的 我觉得中国家庭 相反的是 在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不给他人格成熟的培养 他最后完全长成了 一个不能担责任 没有判断的男人 然后你在具体上管他 不许给他棉袄 不许跟他好 你跟他追 你管这些具体的事 干嘛 然后就是我妈说不行 我姐说不行 所以咱俩 而且他家是姐姐妈妈 没有教会这个男孩尊重女性 这个也是非常 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